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周二的时候又再次出现了上涨 并且是继续创出历史新高 截至昨天下午4点收盘 澳洲股市累计上涨0.8% 达到6970点的高度 预计今年破7000点甚至于7100点 基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是在未来是几天还是在几周不同的时间而已 那么中国股市呢 目前上海和深圳整体保持平衡 基本上是维持在上证指数3100点 深圳是10900点上下 昨天呢 是轻微下跌0.2% 欧美方面呢 基本上也是以原地不动或轻微下跌为主 英法德平均的跌幅为0.1% 美国三大指数是一个上涨 两个下跌 但是呢 变化也都是非常之小 另外 黄金价格目前是1546美元左右 油价呢 则维持在59美元上下 比特币价格没有太大变化 依然是在8000美元附近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的是呢 在去年 也就是2019年 长期占据着媒体焦点 或者是头条的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话题 在今年年初 准确的说是去年年底到现在呢 已经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这难道说中美之间或者说是这个贸易战就此消失了 或者说影响就永远没有了 当然结果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 一直到去年10月11月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之前 中美长期这个话题是占据着各大媒体的头条 但是自从两国宣布达成协议之后呢 不管是中方还是美方 逐渐就把这个话题不再提起 似乎双方之前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实际上的话呢 我们知道呢 中美两国虽然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 但是在关税上来说 仅仅是暂停了继续增加新的关税 但是之前增加的部分有很大一部分 实际上目前并没有改变 换句话说 18年下半年增加的关税目前依然有效 而且其实呢 虽然第一阶段达成了协议 但是第二阶段将会使用更长的时间 而且难度也将会更加的大 那么为什么两国这个话题 目前就不再继续说了呢 我们用一句中国的古话来形容呢 其实呢 就是人无远忧必有近律 那么简单的说呢 其实啊 为什么中美两国在谈了一年多之后 18年开始到19年要接近年底之前 才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来自于中方在最后阶段的妥协 为什么会妥协呢 很大的原因就是其实 对于中国来说 目前的问题不仅仅是贸易占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 包括南海问题 不论是在地理位置 还是在战略高度上 都是要高于中美两国的贸易问题 换句话说 为了能够腾出精力和腾出手来 应付更多更复杂的问题 因此 对于中美的贸易谈判 就必须要尽快解决 越快越好 所以说其实表面上来看 我们看到两国的媒体 对于对方 都是表现出了一副强硬的态度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 对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 或者说是达成第一阶段协定的需求 其实是要比美方来得更大 因为远优近率目前都有 因此 在有限的精力和人手情况之下 就必须尽快解决现有问题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中国从1978年第11届三中全会 确定了改革开放路线 到现在已经超过了40年 在这40年中 虽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实际上很多的问题都是被盖住 准确的说 每次问题要爆发都被盖住 再爆发再被盖住 这就仿佛就像之前的 黄河河道里面的淤泥一样 越积越多 那么这个时候 两岸却又不断的抬高河地 最后导致了黄河水的水平面 已经超过了陆地的平面 那么即便现在暂时是没有问题 但是一旦出现问题 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好比像之前黄河道观一样 所以说 其实中国现在经过40年的积累 由于之前一直没有 对这些压力和问题予以释放 所以现在积累的问题 实际上是很多 而且很大 而且很严重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今天的节目中 并不是说重点要讨论这些经济问题 我只是想说 由于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在中美谈判这个问题上 中方所持的态度 其实是一个叫做 外景内松的态度 或者我这表达不是很准确 什么叫做外景内松 我想说的就是 在外界宣传来看 是一个强硬的态度 但在实际的内部讨论中 大家秉承着 则是一个要尽快解决问题的态度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 中美作为目前世界第一 和第二大经济体 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 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为什么在今年 从年初到现在 股市能够一直上涨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市场投资者 包括庄家觉得 中美两国 至少在今年大选之前 不再会 或者说呢 可能性不大 爆发出新的贸易争执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所以老大老二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其他的问题 都是属于小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能够看到 中国股市 美国股市 包括澳洲股市 在一月初到现在 能够连续上涨 甚至于美国和澳洲 能够创出新高的根本原因 就是老大老二 保持和谐 这是一个能够让股市 持续上涨的最重要原因 好了 我们再说第二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 我们说了比较沉重 第二个话题 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眼前 我们知道呢 在澳大利亚 很多毕业生毕业之后呢 都会纠结 是要回国发展呢 还是留在澳洲发展 那么其实我本人呢 在很久以前 也不是很久嘛 在2006年毕业的时候 也曾经这么想过 毕竟我们知道 2006年那个时候 要是我买 这就不说了 要是我买一点 阿里巴巴的股票 那到现在 是不是 当然没有这么多如果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毕业的时候 我本质的想法是呢 我想在澳洲工作一两年 两三年也行 赚一点海外的工作经验 然后呢 再到国内去找工作 也许呢 这个台阶或者说平台 就会比较高 这是我的最初想法 但是呢 后来事情发生了 两三年之后 当我想回去的时候呢 哎 又把我提拔了一下 或者说又换了一个 更加重要的岗位 那我就说 我就在想 那我就再干两三年吧 那又过了两三年 那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这一拖二 二拖三 拖到现在就是14年 14年了 这个时候肯定是回不去了 当然如果想回也能回 但是牺牲的就会比较大 毕竟14年所建立的一个人脉 口碑 网络和品牌形象 那么一旦回到国内的发展的话 基本上就得从零开始 那我想说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其实啊 在我过去十几年 从事澳大利亚金融和证券行业的经验 或者说我看到的事情和经历来看 在澳洲发展和中国发展 一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在中国发展 特别是金融行业 大部分的人或者从业人 是想的是赚快钱 最好呢 是在两三年时间之内 能赚到五千万 一个亿也行 然后呢 退休改行 做其他的 所以为了能够在短期之内 实现重大的这个回报 他们不惜铤而走险 什么老鼠仓呢 内幕交易啊 等等等等 一些违背了职业道德手段的方法 都用得上 那在澳大利亚发展 那在澳大利亚发展 其实呢 我们知道澳洲 基本上这个社会比较成熟 也没有太多的 我们说的这个 像爆发出像阿里啊 或者像这个京东这样的机会 因此呢 因此呢 更多时候在澳洲发展 讲究的是一个长期的积累 也许在初期 是缓慢的 但是在这里 更多的人们讲究的是 口碑品牌和声誉 在这里基本上是赚不到快钱的 那么我想在这里说 可能收音机前 包括咱们这个节目之前 收听的很多华人朋友们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 移民到澳洲的时候 可能我说的不好听 但是毕竟 那个良药苦口 利于病 我想说的是 也许咱们之前 很多从事的行业 都是以短期利益为主 或者说 大家是想赚快钱 比如说 从事的某种服务行业 餐馆也好 或者其他行业也好 经常会出现 宰客 或者说呢 这个价格不透明 等等等等 一些比较重视 短期利益的行为 其实 这些做法 从长期来看 是损失很大的 因为我们要注重一个大环境 在澳大利亚 由于人口基数相对比较少 这里的圈子相对比较小 如果你是以 这个 能载一个载一个 这样的心态 来从事某种行业 那么想必在不久之后 这个行业里会有大部分人 知道你的风格 能够载的人 将会越来越少 所以其实呢 我们第二个话题 是想告诉大家 在澳洲和中国发展 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呢 在中国很多人 想做的是赚快钱的生意 在澳洲大部分人做的 是讲究一个长期口碑和信誉 这一点 不论 我们各位从事的什么行业 不仅仅是金融 即便是餐馆 即便是咖啡厅 一个好的品牌形象和声誉 以及从业者的信誉 个人信誉 都将是 或者说在澳洲 是成为了 你是否能够成功 能够有所建树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也是希望大家 既然是在澳洲 那就不要赚快钱 你也赚不了很多快钱 是不是 你说你赚个三五万 但是把品牌形象 把个人形象给毁了 你值吗 所以说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这个其实啊 咱们投资也好 做生意也罢 眼光一定要长远 短期的暴富 短期的大富 短期的暴力 它所承担的 必将是同样倍数的风险 而这些风险 对于很多时候来说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可能我这个话题 跟投资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呢 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 我背后的意思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节目的内容 感谢您长期以来 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 如果有任何问题 随时拨打电话 8658-0602和8658-0603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